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月12号礼拜一 今天台股下跌37点 所以9178点亮说 838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台股拉回亮说 今天不只是台股拉回亮说 甚至亚洲股市今天都拉回亮说 好 今天台股做下跌 或者是亚洲股市做下跌 如果你今天看国际盘的话 大家会告诉你 因为法国遭受到所谓的恐怖攻击事件 因为法国正确说法 应该是说整个欧洲 不管是法国或欧洲 笼罩整个恐怖攻击的气氛当中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 或者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或者是欧洲股市 就已经开始反映这个利空新闻了 可以接受吗 应该是可以接受 好那各位亲爱的投票 我想表达的一个概念是说 操作股票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都是事后去找理由去解释这个盘石 那你会很辛苦 今天礼拜一台股做下拉回 那市场的解读大概就是两个理由 然后两个理由呢 第一个刚才我们讲个法国遭受到恐怖攻击 第二个国内 国内遭受到所谓的侵流感 所以基本上食品类股来讲的话 鸡根压这些相关的食品类股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对不对 好 但是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食品类股有大跌吗 今天食品没有类股没有大跌 今天食品类股没有跌很深 真的 大概是跌0.96% 12的食品类股先跌0.96% 好 你说食品类股跌相对而言 当然有些会受惠 例如说像一些比较清洁剂用品的 或者是口罩的 隔离液这些的 例如说什么康纳香 恒大 这些相对他会受惠吗 你有些人受害 当然是有些人受惠 那我今天想去跟大家去讲的是说 如果你今天只是收完盘了 去找理由解释这个盘面 那你会很辛苦 你永远是后知后觉 所以如果你收完盘了 你今天你还在去分析 三大法人买卖超 外资他在台子期货摩台 是进多单还是进空单 如果你每天收盘 都是在看这些资讯 那我只能说 你运在好的时候 你走完的时候 你可能会赚到钱 那如果你运没有那么强 或者你没走完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真的就是最高杀低 真的就是最高杀低 大散户 好 那我们开始跟你解盘了 好不好 好 我们正式 今天解盘了 我想本破高点是 9338点 在12月30号 这过程中 我们就不需要可以去聊了 12月份你有来听讲座的 不管是桃园场 或者是台北场的人 应该知道 12月份有来听讲座的 不管是桃园场 或者台北场的人 应该都知道 或者之前节目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说本破反弹 会来到7月M头的景线 7月M头的景线 是在7月18号 9,335点 好 12月有来桃园 跟台北听讲座的人 我们教你如何算 算出来答案大概是 9333点 好 那本破高点 9338点 差5点 我说这边会上下震荡 很剧烈 好 上下震荡很剧烈 那我们有说 它是 这次强调 我们有说它震荡 这个压力 我们有说它是卖点 我们有说它是空点 这次强调 我们有说它是空点 那震荡结果 它可能会突破 那如果突破 它就会创新高 它就会攻过9593点 那如果震荡不过 它就会拉回打第二只脚 我们这样子讲 没错 好 这是过去比较长远的说法 今天是1月12号了 所以各位先投票 台股在这边 92009300 也震荡一段时间了 从新春看完盘 到现在几个交易日 应该是六个交易日 没错吗 原档我们不是放四天假期吗 上个礼拜不是五个交易日吗 上个礼拜五个交易日 连今天这个交易日 总共六个交易日吗 没错吗 这六个交易日 我的看法这样讲好了 今天1月12号 再两天了 大概是两天了 大概两天了 大概两天 多头如果要攻就赶快攻 那再两天不攻 大概就没机会了 老师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用 用一般的术语 一般人的方式 可能会告诉你 这个叫做盘久必叠 那我没有说盘久一定会避跌 我是说 你再不攻的话 会变成让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 跟应该是说 月线 往下 弯形成一个 注叠效应 老师 你不是看 你不是不看均线吗 这个逻辑不是怪怪的吗 如果你不看均线的人 怎么会突然间讲到均线 没有 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去讲说 均线 我不看 但是不代表 这样讲好了 你今天要掌要跌 应该要形成一个 利用均线的助长助跌 就是 四两波千斤 你应该利用均线的助长助跌 来到四两波千斤 如果你继续盘整的话 也会让五日均线 十日 慢慢的往下弯 月线目前还不会 月线目前还不会 我的看法是说 你要攻 你就赶快攻了 那你等到均线都往下弯的时候 对你比较不利了 那你就必须要花 比较多的子弹去攻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多头要嘛 就赶快攻了 那再不攻 我觉得会很可惜 也就是说 我这样讲好了 我压力 铝攻不过 我会怎样 压力攻不过 那很简单啊 我下来 测支撑就好了啊 我一直 压力我一直攻不过嘛 那我就 回头过来 测我的支撑啊 等到 我压力 铝攻不过 就回来测我支撑 看我后方的 后方手的如何啊 例如说 我拉回测试 1月6号的低点 900043点嘛 我就拉回测试看看嘛 我前面 公里不过 就拉回测试啊 如果 下次再拉回 1月6号 长黑 可以帮他低点 900043点 空头 没办法 把它跌破 那彼此就 就有 息可以唱嘛 彼此就有 息可以唱 彼此就可以去 互相去攻防嘛 那我的观念是 我今天只是想 跟你带一句话而已 压力 如果你一直 攻不过去 怕不过 那也就会 拉回测支撑 等到我支撑点 真的守住之后 我才会去攻 我再会去攻一次 那也有可能 老师 如果支撑点 守不住呢 就绑不完 就一直跌跌跌跌跌啊 所以 仔细听咯 大膀要ending咯 好 第一个 压力如果 铝攻不过 它就会拉回测支撑 那我们有说 支撑点一定守得住 支撑点 就是在1月6号的低点 我们有说 它守得住 还是守不住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大盘要攻 就赶快攻 不然等到你 五日均线 十日都已经 跌破 再往下弯 我会觉得 你没办法借力 使力 你没办法 四两拨千斤 所以本破关盘重点 特别 我们稍微带过去一下好了 一个 1月6号 我知道1月6号 全市场告诉你 两只黑天鹅 石油下跌 跟所谓的什么 希腊要退出欧元区 特别 今天还要不要 有人告诉你 希腊退出欧元区 不会啊 今天大家都在告诉你 法国 恐怖攻击的事情 对啊 今天会有人告诉你 退出欧元区吗 没有了 今天都在告诉你 要什么 法国招受恐怖攻击的事情 好 那 所以呢 1月6号告诉你 两只黑天鹅 结果你杀低 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未来两天 会让你看到台股 未来两到三天 会让你看到台股 反弹200点 反弹起来了 上个礼拜是 上个礼拜是 台股大涨157点 市场告诉你 元月行情启动 老师 我又被骗了 又被媒体记者玩了 又被舆论坊间的媒体玩了 在上个礼拜是 台股涨了157点 亮了1075亿的时候 市场告诉你 藏红棒吞噬掉 藏黑K棒 多头行情正式启动 我说不会 我说台股要进入做震荡 为什么 因为资金那一天 上个礼拜是资金跑到什么 电信三雄 台硕三宝 跟台积电 他们印象 还有统一超 所以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当全市场告诉你 多头行情正式启动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不会 我说台股一样 还是进入做震荡 没错嘛 今天一样的道理 今天台股跌37点 资金跑到 我们看一下台湾50成分股好了 今天台湾50成分股涨幅 第一名是远传电信 第二名是连电 第三名是台硕 第四名是宏达电 第五名是台湾大哥大 再来是台化 再来是开发金 日月光 华雅科 中华电信 跟盐华 所以各位先生们 今天的资金 一样是跑到电信三雄 今天的资金 一样是跑到台数集团 所以你问我 我还是告诉你 资金跑到避风港 好 这几天连续到高档 资金都跑到避风港 所以 我刚才讲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多头要攻 就要赶快攻 再不攻 会让人家 会觉得 你筹马 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 怪怪的 该攻不攻 必有 该攻不攻 就是败相 该攻不攻 就是必有 应该是说 有问题 该打不打 你大概就是 该攻不攻 大概就是代表 你 应该是有 某些的败笔 简单的说 你正式都已经 白出来了 你都说 你要名枪起跑 你怎么可能说 裁判 这多晚得休息一下 我还没准备好 不太可能 正式都已经摆出来了 都已经要对干了 都已经开始 你怎么会让 怎么会让 5日均线跌破 10日均线跌破 逻辑就不太符合 平心而言 所以多头要攻 就再赶快攻 再不攻 就比较辛苦 一点点 所以各切投票 经过我们解释 你就对于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高手看筹 会比较 有清楚的概念 好不好 所以 各位称投票 我常想跟大家去分享 操作股票 还是那句话 影响你在股市里面 未来的财富 不在基本面 也不在技术面 而是在你内在的稳定度 当然你要有一定的 内在稳定度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某些的看盘技巧 那如果你连基本的看盘技巧 你都不太清楚的话 你很难在股市里面赚到钱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花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穷尽一身 穷尽一辈子的力量 去钻研技术分析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实际上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 至少你要有基本的概念 毕竟而言 你在股市里面的操作 是你的辛苦钱 毕竟是你的辛苦钱 那是你省吃减用留下来的钱 不管你省吃减用 存多少钱 可能你今天省吃减用 存个五十万 可能你今天省吃减用 存个一百万 可能你今天省吃减用 存个两百万 不管这金额多少 也许是五十 一百两百 三百五百 一千两千都可以 这个都是你省吃减用的钱 这个都是你踏出 社会努力工作 存下来的钱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问你很简单问题 如果这是你从小时候 幼稚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甚至你研究所 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的爸妈 然后这样子给我们投资 好 那投资在我们身上 希望我们应该是说 不要说出人头地 至少希望我们能够 比较好的 安逸的生活品质 那你也出社会 努力工作 累积到一笔钱了 可能五十万 一百万 两百万 五百万 一千万 两千万 那你们想过 当你花了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的时间 最后你面临到 就是投资理财的问题吗 对不对 那你们想过 增强 增强自己的实力一点点 还是说就是听名牌 我觉得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就算你要听名牌 至少你应该心中 也有那一把词去判断 人家讲的 到底可信度 多或是少 你听我意思吗 我们今天不是神了 我们不是神了 我们也不是佛 每个人都有私欲 每个人都有贪心了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就算你今天你要 你今天想听名牌 至少你要知道 你心中有那一把词 去衡量 别人告诉我们 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 他要卖你一栋房子 市价 市价 我举例好了 市价一千万的房子 他今天要卖你一百万 你的直觉 至少要告诉你 不合理吗 一定你觉得这个 可能有什么问题吗 那今天假设一栋 一辆车子好了 随便 不管是BEN4 还是BNW 人家今天要卖你一台车子 卖你五十万 你一定会有直觉的 感觉有某些问题 那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们也以小人之心 度金子之福 我们今天也不是说 我们要用带着 有色的影光 去看别人 我都没有那个意思 而是说 你踏出社会 你经过一定的社会历练之后 你应该会去分辨的某些 它符不符合 目前市场大多数的常态的行为标准吗 好 这个你应该可以接受 那为什么进股市之后 你没办法去判断呢 老师 因为我又没有时间研究基本面 因为我又没有时间研究技术面 我对于K线我又看不懂 我对于指标这个又看不懂 所以 你要讲了我就买 这是一般大多数人散户想表达的 那我没有说他错了 而是说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你愿不愿去花点时间 把自己的蹲马步功夫做得好 也许我们没办法 就像我刚才讲的 也许你不是以股票为毕生的事业 也许我们没办法穷尽一身的时间 去钻研股票 毕竟他有你自己的工作要做 毕竟他有家庭要照顾 毕竟他有小朋友要照顾 所以股市只是你有闲钱 多余的闲钱去适度的投资理财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还是那句话 至少你要有某些东西去做判断 行为准则去判断 知道我想表达的 所以今天是新春看完盘第六个交易日 我还是那句话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都能够欣赏事成 有求必应 也期许我们更接近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那大盘我的看法 综合稍微聊一下 准备进广告 大盘我个人觉得这边会震荡 那未来两天很重要 多头要攻就要赶快攻 不然你会让五日均线跟十日往下弯 会形成一个铸碟的效应 了解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涨的又是电信三雄 今天涨的又是所谓的台硕三宝 今天资金又慢慢跑到所谓的避风港 那上个礼拜就有这个现象 今天又是第二次 所以 你要就赶快攻 不攻 他就拉回做修正 也就是我们讲的 9333点这边压力很大 他不容易过 但是再次强调 那回是找买点 不是找卖点 好 那回是找买点 而不是找卖点 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林红相 三氧开胎专案 我们近期应该是从过年到现在 我们都在推三氧开胎专案 顾名思义 三就是有三个东西 羊就是羊脸 我们在羊脸有线上三个东西 第一个 盘中简讯 带进带出 第二个 每天盘后的线上教学 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 最经典的 就是我们有一堂中阶技术分析盘 那我们这个不讲指标 不讲均线 我们讲筹码 筹码的转换 新手看家 老手看量 高手探索码 希望让你对股市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至少你能够明哲保身 至少你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 好不好 好好把握 我们 我 林红相 在真身广播电台 六年多来 第一次推出的 山羊开胎 专案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的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 林红相 下半段时间 大概剩下 五六分钟 我们讲个股好了 我的个股几乎 这四五个月 或这三四个月 几乎已经讲到烂调了 我想大家都可以去 倒背如流了 第一个 跨时代的变革 有两个 一个是护港通 一个是LED 室内照明 护港通来讲的话 就是看好 上海跟香港交易所 未来资金的一个流动 之下会让整个上海 成为未来的亚洲金融中心 好 那近期来讲的话 上海 A股已经这边会做震荡 可以接受吗 从2000点涨到3000多点了 都已经涨了几% 涨了六七十%了 从2000点涨到1500点 涨了将近70%了 在这边做震荡 本来就合理接受 没错嘛 上海A股涨到3500点 3500点大概是他 民国98年 大概是2009年的高点 2009年的高点是3651点 2009年上海A股的高点是3651点 所以目前来到3568点 可以接受 这边震荡本来就是合理正常的 那听过讲座的人应该知道 我们对上海A股的看法是如何嘛 所以上海A股这边震荡 所以国内相关联动ETF 这边会做震荡 震荡拉回早买点 再次强调 拉回早买点 请您不要去空 好 再就是LED室内照明 今天LED在国内算是 这个族群算是蛮强的 好 今天算是蛮强的 那 我们还是这样看法 LED来讲的话 以国内目前龙头是分 上游的2448金电 跟下游封装的2393一光 那我的看法 如果今天你是做短线的 一到两个月 一到三个月 你想做一光 我不反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做长线的 一年两年三年 我个人是比较偏好在上游的2448金电 毕竟来讲的话 下游封装 你未来会面临到中国大陆 这些其他二线场的销价竞争 那至于LED这一块 我个人的看法 经历这一块的看法 它未来会大折很大 它会大折很大 毕竟来讲的话 你室内照明这一块 它的品质 它的品质 它的发光 它的流明网 不是一般过去我们认为的手机 或液晶显示 或电视这些背光源 能够去比拟的 所以LED这一块长线 我们是比较偏向在 经电 上游经电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操作短线 你是说老师 我又不会做我短线 我做我短 那你是要比较操作异光 这个我并不反对 其他自己破断股 这个就应该不用这特别强调 破断股来讲的话 就是在中国大陆 北美 欧洲都已经在下雪 所以既然下雪的话 汽车售后服务领主件 概念股会受惠 这些AM产商会受惠 所以不管是保险感 1319的东洋 或者车灯1522的提尾C 这些都会受惠 这个我们从10月底讲到现在 10月底讲到现在 已经讲了两个多月了 这段期间你也可以看到 1319的东洋 跟1522的提尾C 不断的迭步 远步一直做电高 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是很清楚 短线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看好是在CS站 CS站就是IC设计族群 不管你今天跟我讲 所谓的云端运算 物联网 穿戴专制 或者是行动支付 或者是指纹辨识 到后来他就在IC设计族群了 所以IC设计族群 我个人的看法 你要操作的话 大概就是12月1月2月3月 3月以后 IC设计族群就不要碰了 毕竟来讲的话 前三个月是财报空窗期 前三个月市场都会告诉你 2015年市场流行什么体称 那三月之后 基本上就不用去碰IC设计族群了 好 今天1月12号 所以接下来你要去留意 中国通路概念国 像论泰拳 或者蓝天 或者立英房 一条是什么 类似这种东西 然后或者是像 应该是说 立英房蓝天 或者通路的 或者是说 国内的 你像7-11 载机变 全家便利载配通 这种石油又降价 对他们应该的营运会帮助很大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大盘利利喳喳的 今天的焦点跟 上个礼拜几乎差不多 你只要留意一下 电信三雄 今天资金跑到电信三雄避风港 所以多头要攻就赶快攻 好不好 联红像三羊开泰专人 希望你好好把握 这是我们在正身广播电台 六年来最大的 应该是说 带给大家新年新礼物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